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這個 Amazon的美國開箱 這個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我今天剛剛使用的就是 買了這個 其實這個 之前就是 我其實從18年的時候來 美國就一直自己剪頭髮 然後剪了 到22年 所以其實也剪了4年多 但是之前我都是 照鏡子這樣剪 後面大概就是 憑感覺 但是後來覺得說 後面真的感覺應該要 練習一下 就是 剪後面頭髮自己剪的技巧 所以想說 如果可以 在剪的時候 看得到後面的話是 比較好的 我之前剪的時候都是 我有一個臉生鏡 然後我浴室有個鏡子 所以我通常都是 就是會掛了 就會有兩個鏡子在浴室這樣 但是其實那個 根據角度的關係就是 有點困難這個 看到 就是在剪的時候 可以很容易看到 你的背後這樣子 然後可以同步進行這樣 所以後來就 就研究一下 發現說 Amazon上面有這個產品 然後 它其實是一個 這個鏡子是這樣 就是 它 它有這個掛鉤這樣子 所以你其實可以 就是找個 這個浴室 或者是 看你想要在哪一間 通常 在美國通常我都 利用浴室的原因 是因為房間都是地毯 所以 剛好 剛好這集也可以講一下 就是 美國如果你要自己剪頭髮的話 大家會注意哪些事情這樣 Amazon 我記得之前 也 之前有一集 是介紹就是 剪頭髮工具 大家可以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那一集 然後 我現在買了 那個東西應該是去年買的吧 因為我 我從台灣帶來的 結果後來壞掉 大概也用了兩三年 我覺得 也夠本 然後 就想說要 開發一下美國這邊的剪髮工具 然後就Amazon買了那一組這樣子 就是 但是我那一組 好像已經買不到 但是 所以在我的那個 在我的那個 影片下面 我 我記得我已經更新上 就是 另外一組 也是Amazon Choice的 的這個剪髮工具這樣 那 所以 我覺得蠻好用的 美國 就是剪髮工具 它 而且還有特別設計師 剪了之後就是 不會 直接就是 不會不小心掛上你自己這樣 它那個邊邊有圓弧形這樣子 那之前台灣帶來其實是比較利的 所以 之前在剪的時候會比較小心這樣 但是 新的這個 那個剪髮工具就還蠻安全的 然後 然後 美國因為 就是都是地毯嘛 所以 你在房間剪的話 如果 頭髮在地毯上 其實不太好吸 所以 唯一會有 非地毯的地方 大概就是 你的浴室 或者是你的廚房 但是你也不可能在廚房剪 所以 我就選擇浴室這樣 那所以浴室 我就會把我的 我通常就是 浴室會有一些地 地墊 我就把地墊拿開 然後就是留下 就是 非地毯的這個地板這樣 然後就比較好 用吸人器就把頭髮吸起來這樣 這樣 那所以 這是我建議 就是如果 你要在美國剪頭髮的話 你大概可以 善用你的浴室這樣 然後 然後 以及善用你的浴室的靜置 那這時候就是 就是這個工具 就是蠻實用的 就是我今天實際測試 確實可以看到 自己 自己後面頭髮的角度 當然 可能還要再多試幾次 才知道說 最好的角度是什麼 那 它這個鏡子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 它是 這樣打開 然後它是 一個 摸字型的 所以 其實你可以 它就是利用這樣子 如果你單純 如果你今天沒有別的鏡子 就只有這個的話 你可以 用這個鏡子 然後 它對面這個鏡子 你就可以照到你自己的 厚 厚 厚 這樣子 這樣子 那如果你有其他鏡子的話 你就可以 用這個 瞧一下 每一面鏡子 然後都可以對向你另外一面鏡子 這樣 就是可能自己再瞧一下 有一些設計 像這個是三開的 就是對開 然後所以有三面 有的 甚至還有上面 還有下面 這樣 就看個人需求 我那時候 後來考量是覺得說 嗯 我覺得其實這樣的功能 就已經 蠻足夠的 所以 那時候就買這個 對開的這樣 那所以 它這個 其實也是蠻 蠻簡單收納的 然後 使用上也是非常 非常簡單 就是 你就是找 浴室 看是你要掛門上啊 還是 你要掛在這個 通常浴缸那邊 也會有這個 就是掛浴缸的那個 叫做什麼 就是桿子這樣 那你可以掛在上面這樣 所以其實 所以就有可能是 因為 通常你浴室的 面對洗手台 那邊有一面鏡子 所以你如果掛你的門上的話 有可能這個 就是會直接面對你的 洗手台那個鏡子 但是說你 你掛在 浴缸這邊的話 或者是淋浴間這邊的話 它可能就是會 跟你的這個 洗手台的鏡子垂直 那垂直的話 其實我以前就是 都是把 我的連身鏡 掛在浴缸這一側這樣子 所以 那樣子也是蠻 蠻ok的 就是因為你 你這樣減收 然後另外 另外一邊的鏡子 你可以 就是 因為畢竟 它這個 有這一面嘛 所以你這一面 還是可以面向你的 這個 洗手台鏡子這樣 然後就可以照到你的後腦掃這樣子 因為之前其實我的連身鏡就是 只能這樣嘛 所以跟這個浴室洗手台 就是沒有辦法就是這樣子 正對的照這樣子 所以 剛好現在這個就有這樣的功能 所以 我覺得蠻實用的 就是我今天剪 但是我覺得 嗯 目前的 目前使用這些工具之後 我覺得再來 大概就是技術上 就是經驗啦 就是 後面頭髮 你怎麼樣子 因為畢竟 你在鏡子裡面看到 其實是 會是相 就是相反的 就是 左右相反 然後所以其實那個 你自己那個 理髮工具去對的 對在鏡子裡面對 然後你要理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點 需要適應一下 所以 我想可能就是 之後常常有機會 用這個鏡子的話 越剪就會 越剪 後面就會越好 這樣 就像跟前面 我旁邊前面一樣的意思 就是 這些都是 慢慢剪就會 嗯 就會進步的部分 所以 好 這個就是 美國 剪法 小幫手 那 我覺得 我今天玩了一下 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也推薦給大家 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在美國自己剪頭髮的話 嗯 不妨在 其實最近快要改分解嘛 Black Friday 通常這個集沒有多貴啊 所以Black Friday其實 它大概不會變更便宜 但它還是會打折這樣 所以 這也可以成為你的其中一個選項 然後 平常的話 就是 像我也是 我也不是Black Friday買 這也是 就是差不多二三十塊而已吧 所以我覺得是 嗯 非常 這個 非常 值得投資啊 然後就可以讓你 剪頭髮上面多一些 樂趣 然後多一些方便性 這樣子 好 那今天就介紹這個 這個 這個 SELF HAIRDRESSING MIRROR 那我 我其實是稱它 就是Hair Cutting的 嗯 就是 Improvement 就是 讓我自己的 技術 進步的 小幫手 這樣子 好 那希望大家 這個 如果有機會嘗試的話 可以告訴我 你覺得使用過後 有沒有幫助 然後 這個 你有什麼想法 可以跟我分享 其實我們大家就是在 在美國剪頭髮 我覺得都 嗯 蠻希望聽到大家就是 互相分享一些 自己的經驗 因為畢竟也是 剪頭髮上面 都自己摸索 然後 可能看YouTube 或者是 嗯 依照你之前 在台灣就是 去給別人剪頭髮 看別人怎麼剪 這樣子 然後 自己學習這樣 所以 歡迎就是 如果你有自己剪頭髮的人 跟我分享一下 你有什麼 這個 剪頭髮的時候 的小秘訣 或者是什麼 好用的工具 大家可以來 互相交流一下 好 今天就這樣啦 下次見 掰掰